做一个完美的温泉蛋 真的非常简单 准备无菌蛋 然后我们把三杯清水煮开 关火倒入一杯清水 放入四至六个蛋 蛋也不能太少 也不能太多 不然会不熟或者太熟 盖上盖 闷15到20分钟 放进凉的水 一到两分钟 放冷藏呢 可以煮成三四天 用高颜值的猪肋排 做一份自动脱骨的厚结肋排 猪肋排去筋膜 放入香料 可以按照我的配方来 也可以发挥你们的天赋 涂抹均匀后包上锡纸 烤箱上下火180度90分钟 然后准备一个酱料 这时候烤熟的猪肋排 已经非常香了 再给它涂成酱料 烤箱230度15分钟 翻个面再烤一次 好了现在可以吃饭去了 相信有很多小伙伴 最近有吃不完大杂蟹的烦恼 千万不要浪费 我们可以拿来腌 蒸之前先放水里去 然后中大火蒸16分钟 等它凉透后就可以把它腌了 料酒和酱油 酱油可以用生抽 或者用那种味脂鲜 放入所有的配料 让冰糖充分融化 放入螃蟹 腌24个小时 就是这么简单 非常的好吃一下饭 作为浙江人的我 从小都很喜欢这样吃 日料里面有一种常见的酱 叫葱酱 西洋凉鸡 非常好吃 今天用它来搭配上好的牛肉 做一份该焦饭 葱切末 加入蒜泥姜泥 以及饰品所示的配料 充分混合 搅拌后倒入一勺香油 一半柠檬汁 葱酱就准备好了 人才可以放一周 肉界终于出了和牛的产品鞋 家里边从来不吃牛排的大人小孩 居然都非常喜欢 煎挑一块M9的眼肉 把鞋形成片 用葱酱腌制5到10分钟 大火牛油润锅 转中火 每面煎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 和牛里边丰富的油脂 搭配葱酱 真的非常的油人 最后加个五菌蛋 放点辣椒丝 大家可以试一下 做视频差不多刚好一年 每次不知道选什么BGM的时候 都会用这首 最近特别适合一个 拉小提琴的音乐播主 寻博老师 我就开始幻想 能不能帮我拉一段 那我就有专属的BGM了 特别期待爵士嘻哈 和小提琴碰撞中的火花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帮我 一起add它 谢谢大家 听过却没吃过的天津饭 怎么做 三个全蛋打匀 椒盐蚝油水 少许 洗锅热油炒一下香菇片和葱丝 手撕一下蟹肉包 炒好的料倒进蛋液 搅拌后回锅 煎吃一个蛋 接着做酱汁 麻油料酒水 椒盐蚝油 酱油 少许 关火后加醉 勾个歉 所以大家觉得天津饭 是不是源自于天津呢 作为一名美食博主 宝塔肉这道菜是剁不开的 第一次做 我也是非常舍得 买了三大块肉 准备翻车用 猪肉大火煮开 转小火25分钟 取出沥干后 用家里最重的锅 压它一个小时以上 根据我们家祖传的 宝塔肉模具的尺寸 修整一下 放冰箱冷冻4个小时 用边角料和梅干菜 炒个内馅 冻好的猪肉才比较容易切 刀工呢也是祖传的 所以不大好 切的时候皮面炒自己 比较容易把握 第一次切有点紧张 但我觉得不会影响成品 差不多切了有8米左右以后 我们把卷回去 卡进我们家祖传的 宝塔肉模具 放入内馅 保鲜膜包一下 蒸上个两个小时 这是第一次的结果 我们看看会怎么样 居然成功了 放下我的迷你小青菜 淋上酱汁 再特意拿出这 较藏6年以上的舍得捞酒 入口腼腆回甘 再夹一块肉 一夹就是一米半 这样的组合超级完美